带着黑头套和收铐 一路被押送至检察院 申请相当凝重 走在第一个的意思就是 艺人安苡萱的负伤老公陈荣恋 当中主要由陈姓妍 她负责经营及操控有关 不法赌博的犯罪集团 蔡姓妍 则向陈姓妍提供相关的协助 陈荣恋涉嫌非法经营赌博洗黑钱 28号遭逮捕 30号被移送至检察院侦办 而身为澳门利俊创办人的她被捕后 公司股价也受到重创 31号收盘价0.42元港币 下跌21.05% 10号公司也发声明表示 出于股东整体利益 陈荣恋31号即将辞去公司执行董事 董事会联席主席兼行政总裁职务 火速切割 目前德进集团的官方网站 和Facebook专业 已经无办法查阅 另外同样身为德进集团总裁的她 也在当局下令关闭贵宾厅后 于去年12月底为公司十多年的 自身员工举办席别晚会 甚至害怕他们日后找不到适合的职务 想成立基金专款费用 如今还没来得及做就惨遭拘捕 天着我们的新娘 不过陈荣恋声线风波最难熬的莫过于深爱她的妻子安以轩 两人结婚五年育有一子异女感情相当好 虽然安以轩至今都为对外发表直子骗语 询问经纪人也以这是一人私事不愿多做回应 不过根据她的台北情友透露 连日来安以轩都不吃不喝 除夕夜更是忍不住泪崩 还清过节气氛 一系坚拳变了雕 TVBS新闻 陈文宏 赵佩宇 台北报道 看我的眼神就知道 2022年你要跟我 还有跟老虎一样很威 2022 跟我一起 伸出五爪 自打世界 2022 让我们一起像老虎一样 威风啦 威风啦 茄子蛋 武坚勤 高尔萱 十九组大咖亲笔祝福 快上TVBS官网抢啦